大家好 我是三喵 邪乌梅上港 本来就是这期没打算录的 后来克里斯章 给我在评论区里面留了一言 因为我过去不是放过一期 在扬州诗科法词里面 讲到你如何看到诗科法 跟张徐 然后克里斯章说 你要不要录一期 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 我说好 咱们录一期 其实这句话只是一半 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 结果的结果不是结果 有人说三喵 你在这给我绕口令 干嘛 乌梅都给绕晕了 是吧 乌梅 你解释一下 就是一个事情 它的原因 只能是它最近的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本身 它当然有原因 但是你不能说 这个原因导致了这个事情 这个说起来还很热 好 咱们举例子 讲故事 把这个事情给分解清楚 咱们说足坛里面 足球迷里面 有一个梗叫什么呢 都怪本则马 对吧 这个东西只能是一个梗 你不能真的当真 哎 中国足球 为什么这么烂 都怪本则马 那本则马是皇家马子里的当家前锋 就是前几天对巴萨那个国王杯半决赛 刚他进了好几个球 哎呦 真不容易 黄马终于又进国王杯决赛了 你说中国足球这么烂 怎么能怪本则马吗 哎 且慢 我给你推理 中国足球为什么没有烂 哎 你看卡塔尔世界杯又没进吗 为什么没有进卡塔尔世界杯 你看 日本沙特这样的球队分到一个12强赛的这个署里面 怎么能进呢 对不对 但是日本这个足球那么强是中国足球进不了的原因 的原因 勉强可以这么认为 那日本足球为什么这么强呢 因为日本有那么多的旅游球员 什么大破永野 南野拓石 什么三山群等等等等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旅游球员呢 那是因为那个什么 欧洲的 欧洲的很多的这个豪门或者准豪门俱乐部啊 一看那个南美跟那个欧洲的这些球员身价太高啊 就是转而从日本这个地方去挖掘宝藏 那么为什么这些欧洲球员跟那个 跟那个南美球员等等 这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球员 他们身价太高呢 那是因为当时那个内玛尔从那个巴萨转会到巴黎 1.2个1的身价 那么内玛尔当时为什么啊 要从巴萨转会到这个巴黎呢 对不对 那是因为当时内玛尔在巴萨 MSN组合踢的那么那么的好 逆转巴黎的那场比赛 本来他是主角的 结果被梅西抢了风头 他可能心怀不甘吧 对不对 那内玛尔为什么在这个巴萨踢的那么好呢 因为黄马的那些球员踢的不好 那本泽马那几个赛季发挥的不好 所以都赖本泽马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任何的事情你都能说 都赖本泽马 你觉得这个原因荒谬吗 显然是非常非常荒谬的 你再比如说一个故事啊 那个 马蹄 钉马蹄铁 对吧 钉马蹄铁 少钉了一个钉子 然后战马呢在这个在那个路上 啪摔倒了 摔倒了 然后这个骑士摔倒了 骑士阵亡了 然后这支军队崩溃了 然后这个王国就完蛋了 看到了没有 所以一根马蹄铁导致了这个王国的灭亡吗 你可以这么说 这是一个很戏剧性的 说法可能是增加了一点文学修辞 但是你不能说就是这个马蹄铁导致了这个王朝灭亡 我还可以说是一只鸡导致了明朝灭亡了 怎么回事呢 这个马上要讲的 无桥兵殿 对不对 这个当时明朝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火炮部队 洪有德的那支部队 他紧急持援大灵河 对不对 结果路上一个军士偷了人家的一只鸡 结果人家不满了 就过来把这个军士给抓了起来 于是这支部队怒而叛变给清朝 然后明朝就重征皇帝就上吊了 对不对 你可以说真的是这只鸡导致了大明的灭亡吗 如果没有这只鸡 大明就不灭亡了吗 那显然不是这样的吧 所以你看到没有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您所有事情 我告诉您一个原因就够了 什么呢 宇宙大爆炸 如果您是相信科学的话 如果您是相信伊斯兰教 万物的原因一个就够了 万物非主 唯有真主 默罕默德是主的食人 是主的仆人等等 所有的这些 您一个原因就够了 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什么 原因跟结果 这个是一个Coffee-Fight Relationship 它是满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 对不对 这个A有某种特点 然后小A这个元素 从属于极可A 那么小A这个元素就有这个特点 无非就是两个前提推一个结论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学上的推道 而这两个是个并列关系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原因去连串的去弄过去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同样 结果的结果 不是结果 对吧 哎呀 那个我 我读书啊 对不对 你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不 我读这本书 比如我读这本 那个1840年以来的中国 我读这本书的目的 就是想了解一下 1840年以来中国的各种事情 它会 它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总是怎么荒谬 你说哎呦 我看这本书之后 是不是我能通过历史考试 我通过历史考试之后 然后我的那个考试成绩 我的整个的这个平均分 就能往上涨 我就能高考 就好棒好棒的 我就能考上我西医的大学了 不好意思 您想多了 您读这本书 您的结果就是 您把一些事情给想清楚了 对吧 不要想结果的结果 但是很多人恰恰以原因的原因 为自己辩护 以结果的结果为自己辩护 咱们举几个例子吧 那个 之前就 那个 俄国是怎么说我要打乌克兰的 啊 北约东扩啊 北约东扩 你从这个地图上讲 北约的这个东部边界的确是在往东西 当然这个东西不是北约东扩 是这个东欧西套 这就是你打乌克兰的理由吗 对不对 你为什么打乌克兰 你还不是因为你摊的那点地吗 你为什么你要在布查犯下那样的兽型 你为什么要在19母犯下那样的兽型 你告诉我是因为北约东扩 所以你不得已在这个地方犯兽型吗 即使北约东扩这个原因 它不成立 但是你看 你按照俄国这个逻辑 北约东扩了 威胁到了俄国的安全 所以我愤而出兵 而乌克兰敢抵抗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去杀人 所以你看没有 这就是混蛋 这就是混蛋逻辑 那么结果的结果不是结果 一样的 你比如说 我之前说过 慈良帝修大运河 你怎么看 有人不来说 我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吗 慈良帝这个人难道不是暴君吗 一个连古代的官僚集团 连古代整个的这个政治正确上 示号上都是羊 这个字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字 你还说他公在前丘 那慈良帝修运河的结果是什么 直接的结果就是民夫暴动 民不聊生 整个的帝国处于水深活着的别人 好了到这里 这就是他的结果了 你不要跟我说 尽道贼王 赖死和至今千里 什么人通波 若无龙舟 水电是共语论功 不虚多 OK 你这是不是就是 你把结果的结果 拿下来安在慈良帝 这个理想 那我还可以说希特勒 他的二战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我可以这么说吗 希特勒他如果没有打二战的话 什么电子计算机 不会被图灵给逼着发明出来吧 如果没有打二战的话 喷气是飞机 不会那么快的飞行现役吧 如果没有打二战的话 哥达德的那个火箭的理论 不会那么快的就变成V2导弹吧 希特勒对人类是有功的 我能这么说吗 你也知道吧 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颠倒黑白的一种手段 对吧 所以说是到底这种东西不是坏事 当有的人把一个坏人说成好人的时候 你就要警惕 他是不是再这么做了 行 一点点小小常识的科普 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只是希望大家明白这件事情 行 就是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